好,接著要說的這一套 我相信它絕對是有力問頂 已經是有力問頂今年最廢的動畫 不要說今年啦,我覺得近些幾年 怕是改編的話,這套都可以最下位的 你只是說怕,我覺得你實在太優待它了 不是,明白,我回答很寬鬆的 一百分五分,我給三百分 這三分就來自會長,說完 我們接著要說的那一套 就是這個夢幻之星2 online 事前大家都聽過我們說這套 我們是不知道它在做什麼的 用回有馬的角度來講 在遊戲改編的作品裡 我們有一套很低標準的作品 葛熱塔 而這個下限已經被刷新了 我覺得這個下限如果再刷新的話 這個世界是不應該再做動畫的了 絕望的了,我們不用看了 他們是不是搞錯方向了 不應該向下突破,應該向上突破才是 夢幻之星2 online 其實夢幻之星2 online 他很明顯在頭的八集至九集 他試圖想去present一個 純粹是一個三十分鐘的遊戲宣傳 你不要理會他宣傳得成不成功 他根本就是純粹一個遊戲宣傳 告訴你,那其實是什麼呢? 以這個宣傳角度 先由這一點去講 在宣傳角度上 他不是在宣傳一隻鏡 去到最嚴重的地步 就是因為本身在動畫故事裏面 阿日樹這個完全不打遊戲的人 零開始接觸一隻叫MMORPG 問題就來了 你見到他所有的解說 你與其說他在介紹一隻什麼叫PSO 你不如告訴你什麼 他又告訴你什麼 白癡也懂打MMORPG 開始教你 沒關係,他又沒有教過你 怎樣打怪任務 選擇的角色、種族、職業 去什麼地方練習 你完全沒有講過 如果你要講這些 就是你在介紹PSO這隻遊戲 你現在叫PSO2 你不是介紹PSO2 那你說什麼 但基本上你看到 無論是每十五分鐘的一節中間的CUTIN 他介紹的是什麼呢 他介紹的是基本遊戲知識 這個基本遊戲知識是什麼呢 幾乎是放説整個MMORPG 都皆準的一些設定 你不要給我看這件事 我告訴你我幾乎火鍋 看到中間CM插角 綠芒軍行 什麼什麼什麼 專用武器 這個角色 我在想著 他動畫沒出來 你說什麼呢 所以 在你說頭八集裡面 他講的就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故事也很無聊 就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PSO2 就是用了這個最新的技術 做出來的第一隻的 是人遊戲 其實這個設定 我都說 它是一個很普通的設定 你強於就是 SAO也好 Dockhung也好 任何很多大部分的 所謂叫做遊戲 去建構一個故事出來 都大體上都說 他不是第一隻 就是最受歡迎的那隻 這件事我覺得 跟一個英雄 一定要死老爸老母的設定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很吵詭 他說這個世界 個人都會玩 回家用PC玩 出家用PC玩 出家用PC玩 PSV玩 很流行很歡迎 你別管那麼多 他這樣設定我 我會相信他 我不介意 這件事 而本身的切入點是什麼 我覺得 他找阿尼內 去找阿日樹 就是什麼 純粹在這八集裡面 他就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什麼 我和你講 和學校講 打機 不會影響學習 怎樣去證明這件事 我現在找一隻白老鼠 他完全沒打過機 他是對打機零興趣的 我現在 踢他下火坑 然後踢完他下火坑之後 到他由一個 Castle player Normal player 最正是Hardcore player 對他的成績 有沒有影響 你就知道 這遊戲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他終極是跌了 等到他在溫泉酒店 做練習 明顯有影響 他這個前進我說 首先你找一個學生 日樹這個角色 他有什麼代表性可言 最厲害就是 他難道是 全世界男性的初影 即是他是阿當 你不明白 很厲害 他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PS有很多流行 連小學生都玩的 世界裡面 這位男生的日樹 他連PF Tosu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問朋友 你回去玩就可以了 他是零知識 這東西 不是 你在這裡 你是不理解 他找日樹這個角色 他想做些什麼 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八集裡面 日樹這個角色 和利內會長 再加上愛花 他們的互動 打機 原來是這樣 這個人在設定裡面 他是說 我連什麼叫遊戲機 都不知道 他設定一個角色 然後說 原來打遊戲就是這樣 打怪就是這樣 識朋友就是這樣 喝回服 原來就是這樣 原來這個是A制 這個是B制 原來這個是Cancel制 他是去到這些層面 以PS2 你介紹這遊戲來說 你完全是捉錯了用神 不是啊 很吵詭的 之前我錄一次 跟人仔說過的 這個動畫最厲害的就是 你先不要理PS2 你掛什麼遊戲都可以 你說SAO也可以 AO也可以 總之 打一下遊戲 你怕怪獸出來吃人 怕你怕他打怪獸 就這麼簡單 老實說 他現在這個 所謂 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那個叫做 背景故事 或者整個故事的主軸 求怪集的主軸 老實說 只能夠有一種遊戲 我們大家都能夠為之接受 追求女遊戲 我代替整個故事 日書是一個完全沒追求過女兒的學生 然後 會長就要告訴他 學生談戀愛 不會影響學業 這個夠學術性了 然後 然後 在他虛擬裡面 去追求女兒 追求到現實 追求到現實 跟著都不影響學業 你說那個結構性是不是強很多 那個聽聞好像叫神大人 那證明了其實PS No 2是什麼 無所謂 你代什麼遊戲下去 都在劇情中夾本 沒有問題 現在他的設定就是 一直夾什麼遊戲 夾什麼遊戲 都可以 他不是一個錯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你令到就是什麼 其實你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看過的人 可能會覺得 我不是很感受到 究竟現在的故事在做什麼 我是看著一個人在打遊戲 但他又不是真的在打遊戲 他只是什麼呢 我現在打完了 他只是什麼 我現在打遊戲 我打完了 我找到一個這樣的結果出來 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會有什麼的代入感 或者有什麼的感受 你完全感受不到 你打了什麼 那些人看女兒 不是看男主角 男主角打什麼 不關我的事 看女兒 而中間裡面 他插入了很多 就是其實一些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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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 就是 當你很沉迷一隻遊戲 我用沉迷這個字眼了 你不停去參加一些活動 去玩 去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一起去打怪 這些東西 變成就是什麼 我認識了嗎 原來你就是他 那怎麼辦 很多事情 他想做是用什麼 PSO已經成為這個 故事世界裡 不好 滑缺的一部分 就像Chitter那樣 有問題 你在PSO2 Online Call我 是Chitter 不是打電話 就是那個 有馬說的話 就是什麼 尤其是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日暑的朋友 浩泰 去廁所那一刻 沒有廁止 然後 然後 進遊戲 求救 我想你們打電話不行嗎 這個是 Twitter和Facebook 都有類似的 綁架 那些 是有這些現實例子的 但他擺在遊戲裡 你會覺得 那 那 那怎麼辦 問題 我不會有些時候 Online還在聽你說話 那你Online見我 或者這麼說 他又要試圖什麼 他想用一個叫做 RPG 即是角色代入遊戲 他又要角色代入遊戲 我現在沉入了危機 他說 你沒有廁止就沒有廁止 即是 有些事情 即是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 好現實地說 好多東西 我已經是很依賴 這個 PSO裡面的一些系統 我覺得 我不介意 即是 他當是一個 你當Gutaman裡面的 Clouds這個系統 那些人已經 日常生活 很依賴他 不同 Clouds正常 你也是 靠電話來 不過他有個Message功能 我只是一個解釋 你當PSO那個 其實是一個電話 即是 那個好像PSV 那部東西 可能是一個電話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 但你也好入了這些 就是 你遊戲不遊戲 生活不生活 然後遊戲和生活 又將兩件事 各開在一起 究竟他在 present是 PSO 好好玩 PSO 很重要 PSO 就是 他可以 成績好 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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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圈子 廣 是否這樣 你又不是 present 那究竟 頭髮集 重點是 你說什麼 你是完全不知道 不是 他最抵賴 他有個地方好的 跟Online game 改編的不同 現實身份 是男玩家 會用女角色 或者現實身份 是女角色 我覺得OK 開頭的時候 沒有一定 我要男人 不是那次主角 這樣 老人面 但後面 後面 要穿越遊戲世界 每個玩家的現實 和遊戲的樣子 是一樣的 分別 OK 其實我覺得 頭八集之後 你會看到 突然之間 那個故事 我覺得其實愛花的角色 擺在這裡 是一個秘案 他給我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 頭那些姿勢 你會看到 只可以說 他是一個很重度 沉迷 在SAO世界裡 的一個女角 其實很奇怪 想回劇情 開頭 他們 在中間 日樹 可以變身 可以轉去世界 說 因為 你有一個 不知什麼能力 你很厲害的 這套東西 正正其中 另一個最大最大 最大部分 是甚麼 頭八集 它是說 剛才我講的主題 遊玩PSO 並不會令到這個學習的成績下降 而後面那幾集就是甚麼呢 PSO是一個 會承認的遊戲 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而日樹就變成一個打 叫做甚麼 拯救世界的勇者的故事 用了四集 這兩個故事 你明顯看到 這兩個故事 其實是不同的故事 我喜歡的 他不跑利落線 跑外花市表 保持這條線 他跑利落線 沒有問題 不會入這條線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反面教材 所以這是甚麼呢 我講的生活向 即是一個遊戲 很影響生活的 以及可以去到幾失白 以及就是 我講的 一個勇者拯救世界的故事 可以講到幾失白 即是老實說 你很難找到一套作品 他兩樣東西都說完 但同時他兩樣東西都說得不好 而且就是甚麼呢 他差 是差到一個極致的 即是老實說 某種意義上來講 我覺得 他是一個天才來的 寫那個人 他說拯救世界 好問題 Pasel II 遊戲裡面 有幾個星球 他完全沒有說過 你救甚麼世界 我不知道那個世界是甚麼 我或者 剛才我們講過 愛花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個 他是一個遊戲世界裡面 來了現實世界的人 在頭髮集裡面 其實他講甚麼都可以 因為頭髮集裡面 你可以解讀他為 他是一個 被Pasel II 影響得很深的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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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 而 另一則就是 他本身就是 Pasel II裡面的 居密 來了現實世界 兩者都說得通 當然 我覺得 他是為了 寫一寫 覺得那個故事不行 突然之間 不行 我們要寫 就是勇者大戰 大魔王的故事 去到中段 他就在說 原來 愛花要來到 這個人類的世界 愛花來到這個人類的世界 就是為了 找一個 打機打得很好的人 他用了一個 好心的台詞 不是 你搞錯了 他們說 那些Ducka 會抓人 打機打得很厲害的玩家 當然 愛花來 因為他知道 日雪是一個很厲害的玩家 但問題是 他來的時候 日雪是未玩害怕的 他不回這個劇情 而且 就算Ducka要抓 也會先抓回陣 他會先抓你 他會很厲害的 會是Solo玩家 因為你本身去到第八集 你前面已經搞窩了很多事情 第八集 你試圖去重建故事 我忘記是不是第八集 總是差不多 去到這個時間點裡 你才去重建故事 告訴你 其實 我頭八集說的話 你忘記了它 我現在是正常來的 這個我覺得 你真的告訴我 那八集裡面 說的話 是不重要的 那八集裡面 說的話 就是 日雪這個角色 成為一個打機很厲害的人 他花了八集時間 告訴你 這件事 不是 他就好像是後面 大國 年來畢業 寫完沒有 你不是想問了給學校 證明PSO打機 不會有學業的嗎 寫完 而 故事裡面 其實 由於 由這個 尾段開始 將故事 突然之間 擔心到 這個PSO的世界 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然後你就會犧牲無數的問題 若然他是一個真實世界 那開發這遊戲的那個人 即是怎樣 他一定是一個茅牆 Sega 怎樣 找Sega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 Sega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好 接著你說 捉一些打機很厲害的人 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他前期變成一個 就是 又又下限的故事 老實說 這個世界打機很厲害的人 不是只有日視一個 即是老實說 你 你叫做 低裝的SAO也好 都不只是跟你說 是同仁是 同仁是最厲害 但 不是只有同仁一個 只懂得他 懂得打機 不是設定 實在說會長是Solo 會長帶日視入遊戲 連蛋的大哥 怎麼捉會長 才不會捉他 即是 這些 你就會衍生 我們很多的疑問 喂 你現在真的隨便告訴你什麼 喂 不行的 之前的故事其實不行的 我們重新再來 喂 你可不可以忘記你之前的東西 你現在當 你真的當什麼 我覺得我的角色 弄得不好 我洗了這遊戲再來 喂 你前面跟我說日書 進到學校 才做副會長 再玩PSO2的遊戲 但是之前 我已經進來了 你怎麼解釋 什麼要監視他 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 所謂那些叫Ducker 的東西 他們說 他們只會捉 一些打機很厲害的人 而這裡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寸崩位 那他捉了美加 是什麼 他叫做什麼 他們會適應 哪些人 打機打得很好 然後 然後 我捉了美加 然後捉了去法國之後 其實這傢伙打機 都不是很好 他叫做破 然後我說 你應該是捉他那一刻 之前你已經知道 既然你是一個遊戲世界 裡面的角色 Ducker 會不停去跟 你那個角色去打 你應該一早知道 這傢伙很厲害 你都說 你是遊戲 來的 你有些能力值次數據 你讀數據 這傢伙有600 要700 那個平均值200 我當是 他會看技術迴避 我知道PSO沒有這麼高技術 沒有這麼高技術的東西 他也是一個夠打的遊戲 但是 不重要 他變成什麼 Ducker好像有智能 就是什麼 我是為了捉了他 就是引你 引藥樹進來 然後我就捉了藥樹 我覺得 嘩 你現在真的說什麼都行 Ducker沒有出聲說話 Ducker說 喂 你不要吵我 你們不要吵我 你們不要吵我 他們 其實我是很討厭Ducker 不抵我 喂 你全部說了 我老劫就老劫 你不要突然說到我這麼有心 不行啊 我只是捉過人 那個平均厲害 我不知道 當然你說 他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你說 做到好東西裡面 無論跟著你 好像說 外化 然後又說 突然之間醒來 原來這傢伙 打機都真的挺行的 然後我又捉了他 Ducker Ducker其實真的很無辜 其實我覺得 他習慣了什麼呢 被人覺得他很恐怖 他很聰明 還有他很老殘於一身 你永遠猜不到Ducker是什麼 沒有啊 只是怕設定出來的怪物 那這麼高潮 那怎麼這麼高潮 整個故事裡面 變成每一集 好像是監督和編劇 我突然之間想說這件事 不如說了 好嗎 好啊 我又覺得 但前面設定了不是感覺 不要理他 我們忘記他 忘記他 先寫個新故事 你忘記了他 這些事真是 神經病 那些人怎麼會記得的 真是 好老實說 我覺得 這套作品其實是一個 很有勇氣的作品 真是 好老實說 我作為一個人 如果我寫過這樣的劇本出來 我是絕對不要意識交出去 留名我要 即現年必留下留名 你覺得就是 你給別人看那一刻 你都覺得不好意思 是吧 我不覺得 他們覺得無所謂 我還要設定一些 那些劇本說他們玩遊戲 即是他們玩遊戲 看完電話 你不明白 為何最後愛回頭 我會染色 玩遊戲 他們 最搞笑的是 中段裏面有說 日樹 因為你是很有才能 所以我招募你 然後 在拯救的過程裏面 一些沒什麼實力的玩家 其實他們可以靠個遊戲 去打倒那些Ducker 那沒什麼 然後他說 其實你不是 你不是需要找 很實力的玩家 你是需要找大量的玩家 不是 很簡單 我林憲就這樣說 想麻煩 你們搞個緊急任務 拯救會長任務 全域公告的 全數學玩家 總會對他就行 想麻煩 我完全沒問題 而最有趣 其實這件事 我告訴你 一件事可以解決 整個故事裏面 最大的黑幕 很簡單 就是 Ducker的目的 就是捉 現實世界裏面 打機技術 很好 給人 解決方法 是什麼 Cold Server 那你沒有了 那些人玩不到遊戲 玩不到遊戲 那些Ducker 就不會在遊戲裡出來 那 他又捉不到那些人 那世界就解決了 Sigar沒有錢 就會虧錢 不行 嘗試切他的電腦 那種 喂 我明白了 這一段話其實 不是推薦大家的Pers2 Pers2會影響你學業 會有慣實吃你 所以大家不要沉迷網絡遊戲 要Cold Game 我明白了 你直接 其實你這個位 就是 喂 你們發覺了一件 那麼嚴重的事 喂 那些裡面的怪物 會實體化 我先不論 它那個是什麼 現實世界 你第一件事 去找什麼 當然去找遊戲公司 然後裡面就是 我們很肯定Sigar 是下了名的 在這套作品裡面 他真的計劃這麼容易 你肯定去殺去Sigar的總部 那裡 你說什麼 開門 開門 開伺服器 賠錢 真的 我女兒也有所傷 我賠錢 這樣 整件事是很簡單的 其實是 關掉遊戲就可以了 應該說 關掉遊戲伺服器 完全停止營運 這遊戲 董衛衛 整個遊戲裡面 我不知道 是不是製作群 其實 是不是 全意識地 他們想 去表達這個訊息出來給你聽 但是老實說 我怕到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吃掉它 所以整個在這套作品 有什麼這麼難啊 有什麼這麼難解決 這個世界 好 又是神用飛翼學 這樣 懂得用電話 沒什麼的 懂得網絡斷 搞定 我又不覺得就是 其實你不跟 好像SAO那些說 其實不是遊戲 是個虛擬潛入系統 令到這件事發生 遊戲只不過是那個舞台 不是一個核心 是那個盒 整個設計裡面的核心 那個進化型 AI 才是這件事的兇手 但是這裏的兇手是什麼 就是遊戲 Sega 不是 就是個異世界 這個異世界 怎麼進來這個世界 就是靠Sega 很明顯就是 Sega是幫兇 暴電腦不裝PSO2的程式 PSV不玩 PSO2 只怪物不會出來 是不是 所以 他又把這件事提起 是一切的錯 是PSO的錯 跟那個 最新型建構的網絡系統 那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分得很開的 所以 整套動畫 是很集中說的一件事 一切都是Sega的錯 嗯 那大家明白了 沒有其他解釋的了 我告訴你 老實說 肯定是Sega 倒入了這遊戲 而Sega 就是德夏的 的佈客 去製造這遊戲出來 所以其實根本上 他們是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 無陰無論 一 真是Sega的錯 難怪你 所以 Sega發現了他 已經封了他 所以 那 怎知道 整個故事裡面 在說什麼 我真的不太知道 在說什麼 我只得了結論 就是 懂得解決一切問題 千萬不要玩PSO2 這不是推坑 你叫你離坑 嘩 那他應該是給日本的 防巡迷的協會 那些 推介的最佳作品 對 玩遊戲令你學業成績下降 又追求不了女 還追求怪物性 他追求的 沒有追求 沒有追求 怪物性 有生命的危險 失蹤的可能性 還快點 你節省 不要玩那麼多 那這套是一套例子作品 我們一直是看錯了 你這樣選擇就我 直接選擇 他真的是一套很勵志 很法人心醒 告訴你 打機的禍害 對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也是說 他最大針對我的 是SEGA這間遊戲公司 是一個禍害 真的 對 這套 老實說 認真的 你看的話 你要有一個很大的心理準備 你是在挑戰人類容忍度的極限 老實說 這套東西 你用一倍速播放 等紅於榜在你在電影中 死刑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不會這樣的 有會長提到 可以頂得住 一捏一捏都可以 真的 你不要告訴你 你有TZWB看 你覺得很可愛 你就不覺得 這套TZWB不低B 這件事是兩件事 沒有 我說不行 不過你的總統會集合一下 真的 老實說 他是 今年裡 我不希望 我見到一套低過他的 突破下限 看完這套之後 我覺得 喂 《God Eater》 都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有老天彈 有火箭炮 挺好看的 對 又有友情 又有熱血 又有勝利 又有努力 藍珠角又很悲慘 照知道你先做什麼 你打怪OK 沒問題 是打得醜點 都情有可原 好過不知道你打什麼 老實說 這個世界上 老實說 我也是說 我明白的 下限是力量突破的 但是突破到這個點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 就是 寫這個劇本的人 麻煩 你死了 先 又沒有 我們要歡雲大量 不要再寫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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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我也是說 某種意義上 他是一個天才 若然 他能夠再寫劇本 可以寫得比這一套 我會跟尊敬寬哥一樣 這麼尊敬他 真的很難 這些都是才能 我覺得這些都是 老實說 考低分是容易 考零分是很難的 我覺得這套 正正是一套零分的作品 是一套 都說會長值300分 這套有300分 告訴你 那 會長是個畫面的問題 畫面的問題 是不關寫劇本的那套 對 所以劇本是完全零分 整套東西加上全部零分 是很難的 寫一個零分的劇本 老實說 大家可能 就是說 就算寫作能力不高 創作故事能力不高 假假的都寫到一個 十幾二十分的故事出來 我覺得 但是你要寫一個零分的故事出來 不容易 你看這套就知道 什麼叫零分的作品 好 我們去下一套 那 是